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破冰雷达 驾驶士就负责瞭望 负责瞭望然后发现了之后 如果可以破就破 如果说太大或者是冰山 那就要采取方法去躲避它 这条船是连大船 别的 有这条船 有了 这条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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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龙二号和雪龙号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它搭载了更加先进 和更加全面的科考设备 现在雪龙号它的主要的任务 就是负责各个考察站的 物资的运输补给还有连人的轮换 而雪龙二号它的任务就是进行大洋作业 4月9日至12日呢 雪龙二号也会开放给公众参观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可以看到我身后已经打出了 热烈欢迎香港同胞的这个标语 这是继04年雪龙号停靠香港之后 时隔将近20年再有中国极地科考船来到香港 能亲自到船上看一看呀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没预约到也没关系 请关注我们中心社的报道 我们会愿意带来最及时的新闻